零是MR6350 这是WiFi5路由器 首先看一下侧边信息 写着双核CPU 无线标准是AC1300 国航版本 这边是清单和设置简介 首先开箱 包装的分区合理 说明书是中文 一根很像手工夹出来的网线 12伏1.5A 国标的电源 接下来看一下路由器的本体 整体比较小 天线也很短 网口用料倒是蛮足的 每个网口都有两个指示灯 插电开机 我们通过网线或者是WiFi 连接上路由器之后 看一下获取到的IP是什么 这个网关地址就是路由器的后台 有可能会自动弹出一个网页 自动弹出的网页和自己手动输入的IP地址 都是可以访问的 我们不用下APP 直接点这个路由器的图标 因为我这边只是演示 如果你们自己用的话 就是用APP设置 如果完全通过网页设置 会导致前面版的灯显示的状态不正常 现在进入后台了 默认的密码就是ADMIRN 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后台反应速度是比较慢的 而且功能也不多 领事的这个后台是应该要优化了 首先测速 测一下公网到路由器的速度 下行是924 基本跑买我的千兆带宽 有限网口测速 下行是908 有限局域网的测速 下行速度很奇怪 只跑了500多 上船速度倒是正常 测了多次 结果都差不多 测一下WiFi局域网的速度 协仓速度是866 下行600左右 上船也是 WiFi公网的速度 下行是563 基本上和局域网的速度差不多 500多 我们点击诊断 看一下路由器的处理器是什么 显示的是IPQ40XX 这个系列都是四核处理器 说明领事的外包装是反向宣传的 最后总结一下 这款路由器一般不推荐购买 它已经属于淘汰的产品了 但是它又是领事最便宜的MASH路由器 活动价100多 用来做低负载区域信号补充还是可以的